大家好 欢迎回到法庭汪新闻的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散 请大家记得帮助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回来继续跟大家跟进元朗721-102人的暴动案 讲法庭最新消息之前要先讲讲花绪 就是这个皇婆婆有份去做旁听师 我们看到近来陆续有不同的证人匿名 也要坐在屏风后面 一个这样的情况下去做工 原因就是怕了你们这群人 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皇婆婆有份来做旁听师 都激动到要在这里叫嚣 还有好像对上的时间 有一个小姐她在元朗白衣人 未去到元朗站之前 她们的聚集和如何步行去到元朗站 还有看到她们高呼保卫家园 保卫元朗类似的口号 她们会激动 甚至会被辩方问 你是否跟白衣人一伙 如果撇开白衣人在站内的行为 如果有一群人在喊保卫家园 原因的都是你们林卓廷这群黑暴友 在网路上吹鸡就说要进来元朗 其实再之前已经是在说721日要进来 你们进来就叫火上加油 好像改位的警长所说 这样的话你要进来火上加油 对方就要在元朗聚集一下 放个小子出来说要招呼你们 你们见到别人聚集 来等招呼你们 你们就再反过来 就说别人是黑社会 他会去对市民不利 当然如果有人挑衅他 或者有些口角的 会否计而动武 打到背脊花了那个厨师 这是一件事 现在去到法庭的话 如果说了一些不利于林卓廷 和黑暴友的证供 这群人就相当生气 好像刚才提到那位小姐 跟着他们一起喊保卫家园 辩方都问 你是否属于白衣人那一方 你是否跟他们一起来搞事 他就说 身为元朗人的话 叫声保卫家园有什么问题 他就有他的道理 还记得过一庭 審到那个位置 他们的旁听司 个个都挖然 觉得有没有搞错 甚至乎在那里叫嚣 当时官都叫他们 不要乱来 想不到这个王婆婆 还要在旁听司的位置上 大约是早上休庭的时间 在那里呱呱吵 他就大喊 打横行 打横行 一边喊 一边离开自己的座位 是否出去休息一下 鼠鼠 还是怎样 这个不知道 之后 法官在再开庭的时候 就提醒了 旁听司要遵守法庭的规则 也重申 法庭不是妙街 也不是大大地 知道有这个老人家 王婆婆 离开庭的时候 叫嚣 还有在慢慢走 他就更矮 所以说 这些举措是不能容许的 也下令控方如果再看到这种情况 可以批准警员 可以折查王婆婆 和抄下她的资料 如果说到这样的话 你还不省水 还要继续搞事 其实是给你一个机会 谁知道去到中午散庭的时候 他又是这样做 又发租 所以控方就向法庭说 这个阿婆在保安和警员 劝他离开的时候 就做出一个好像鞋 打横走的姿势 你说你离开座位的时候 可能好像戏软 打横走 也有你了 其实都够位行 看电影也不是每次都要打横走才行 有些位的距离比较阔 其实比较阔 你放多个背囊 在你的脚前面也可以 如果你做旁听司的话 就说他整只黄油蟹 还不止 还要一直走 一直在喊 打横走 搞抗争 有奖金 我不明白为何有奖金 还是你说 你们这些黑暴友 出来搞事 是有钱收的 这些在较早前 另一些案件也揭露过 有些人收了几千元 不过 现在你们这些人 就不会再提 对你们不利 或者影响了你们所谓 黑暴历史的消息 怎么会容许写到你们的史册里 不妨不史 哪个史 大家就自己留言 不是历史的史 所以恐慌就叫警员抄下他的资料 也再向法庭申请 索取相关的灰露电视片段 即使晚些会否告他 这些你够由自取 人人都不会在那里吵 就算你疑硬的话 官已经给了机会了 那法官也是批准的 可以拿回那个灰露电视 因为实在太离谱了 也证实了 是跟较早前 即早上一开始的 是同一个阿婆 那法官说 更加重了这个阿毛 藐视法庭的罪责 甚至说是罪加一等 也重新 法庭在开庭的时候 其实是有录音提醒的 即是告诉你们 法庭不是这样 说了就算了 也不是只有人在打字 记录下文字就算了 是有录音的 所以你们在那里呱呱吵 这些声音都是录在里面的 官都很聪明 怕王婆婆到时会在那里狡辩 可能说 哎呀我撞碰的 撞碰的 我撞碰的 我听不到 我就大声点了 我大声不气我 有心的 我没有心的 打横行 会不会这样呢 所以就说 这些不是借口 你是长者 你是奇婴 你是少年 都不是抗辨理由 这句官说 还说 你做到某个人的铁粉 搞到自己 要去蹲监 就与人无由 你自己喜欢这样做 自然要承担你的责任 老实来说 即是 王婆婆一把年纪那么老 官在她面前 真是好命 做得她的儿子有爪 法官又读出了相关的法庭录音 就说 所有人都必须 时刻保持安静和遵守秩序 不得圈话拍掌 叫口号等等 相信每个人入庭的时候 都有曾经听过这个录音 如果不明白的话 就不要怪法庭有这么严厉的判罚 这些人是无法无天的 不过据一些在庭上面 有做旁听司的皇友 他们在围炉圈里面也有说 他们真的觉得很生气 去到今时今日 还是觉得 他们是白衣人被襲击的一方 刚才我都一开始说了 其实你们主要来说 就是去搞事 假如你知道有白衣人在元朗聚集 亦都知道他在那里等你们 如果真的搞事 当时不知道 会不会真的招呼你 还是吓吓你 还是怎样 但记住 如果你有这样吓人 或者去围着人 变成非法禁锢 那些都是涉及到一些违法行为 其实最好真的是 等警方去处理 报警就叫做最好 如果有一些零星的黑暴友 早过林卓廷去了元朗的话 已经叫做聚集集 在那里搞事 在那里等不知想怎样 随时会不会扔砖 或者那里堆了一堆人 但另一边就在准备汽油弹 其实这些不出奇 你又不可以挂人 为何害怕你们这些人 因为你们这些人 平时就说来游行 到底是否打祸境 好了 我们再谈多一点 最新的法庭方面 叫了什么证人来帮帮忙 后来传召了元朗站 车站事务经理B先生来做作工 其实这个也是认次被告的要求 才这样做 他接受盘问的时候 就确认自己是车站里面的最高负责人 他也说的 知道事发时有港铁职员 透过车务控制中心报警 报过一次就报了 据他理解 控制中心是即时处理的 也说没有办法提供到 有多少职员报警的数目 因为报警是以车站的单位来处理的 其实很老实说 我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这些被告人 那么喜欢问港铁职员 他们在车站里面 那个控制列车走不走到 或者当时有多少人禁警报 老实说就是你们在搞事 又吓消防喉 又喷灭火筒 又用粗口骂人 又叫人进来 又叫人这样那样 又说报警 又骂人什么街 到最后就是因为消防喉的问题 令到白衣人也跳进来 之后又说什么 涌上楼梯上面 港铁为什么不开 或者为什么不关门 一开始就是你们顶着门 另外有怪人 为什么不关门 真的很难服侍 理论上来说 从我的角度来看 当时在月台的港铁 造成它不能开得出 有很多因素 你说那么多 有用吗 总之港铁 便成为了你们其中一个战场 也是最最组的一个位置 因为后来港铁叫做开得出 那些白衣人都没有理会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这位证人出来说的口供 是说已经看到白衣人散兵的情况 后来也传召高级车站管理主任F先生 他当天又不是那么幸运 当间的时间由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的7点 真的可以适逢其会遇到这一件激烈的事情 晚上10点左右就出门口 就由少康站坐西铁去到元朗站上班 但是坐车的时候也听到广播 就说不会停在元朗站 会在朗平下车 接着再坐轻铁去到元朗站 真是不慈劳苦上班 在坐轻铁的时候再上网看看发生什么事 看到元朗就有些争执事件发生 看来都是麻烦的 怎么会现在车都不停 他下车之后 就是下轻铁 没有留意沿途有没有人聚集 或者是争执打架 如果大家有去过元朗站的话 他们在消防后那一层 下面就是巴士站、小巴站、轻铁站 他就沿着G出口上了元朗站 在11点18分就去到元朗站的站长室 同意因为交通问题而迟到 盘问底下他也有说 站长室附近是有警务室的 他就挖进去 也不知道警务室里面有什么作用 他说久不久就看到有警察 他说回到去就知道有争执 因为看到一些讯息 但回到去又不见什么争执发生 只见到一些凌乱 有些垃圾、有些遮掩 幸好每件事发生都属于好 觉得没什么特别 其实在他离开站长室的时候 去月台帮忙的时候 沿着楼梯上月台的时候 见到几十个白衣人向下走去大堂 其实他没有留意实际的人数 也没有刻意留意人的样子 或者手上拿些什么 然后那帮黄定师听到这个位置 一定觉得很鼓噪 觉得为什么你不去 一个人就截住了他们这几十个白衣人 是不是帮白衣人 他们明明暴动完 这些事情留给警方做 他只是一个元朗站站长室的朋友 除了有拦遮、交代、衣服之外 就看不到什么争执 F在法官的询问下 当时站内没有广播提及到元朗站有事发生 也不太记得究竟是有广播提及 列车员也不太有印象 他说每辆列车大概停站30-40秒 如果超过一分钟就需要通知控制中心 另外F就说在月台后命期间 没有人提及被打 但有人向他查询列车的资讯 至于之后那天的凌晨时份 到了港铁服务结束 就离开月台回到站长室工作 即使这个位置也令他们这么惊讶 明明那些白衣人是暴徒 你怎么会这么冷静 让他在你身边经过 你应该很害怕才是 又或者他们说到 这些白衣人是无差别的 会去袭击人的 如果现在这些白衣人 在你身边碰下碰过 又没有把你打到藤跳蚊猪肉 或者是推你下楼梯 什么都没有 如是这令到无差别这个说法 就变成了不公自破 即是你不搞他 你不显示到你的政治立场的话 也都显示不到你和他的对抗性的话 或者你没有挑衅他的话 他是不是不会来袭击你呢 如果我的官员就会这样看 咦 为什么他的目标和目的 就是纯粹林卓廷黑衣人这帮人呢 有什么得罪他呢 而到最终会变成两帮人在互打 如果互打的话 他们也是暴动的 那你也是的了 不能走 所以为什么王婆婆大叫打横走呢 不就是这样 就是觉得你叫了那些证人来 全部都帮了你们 那你们就打横走 我猜他的意思是这样 其实不是打不打横走 这些全部都是事实来的 只不过希望透过他们把口 说出来这个意思 事实是什么 也其实是给机会辩方 去问一些事 来到反而会不会是误会 原来是对黑衣人有利 只不过是你们事实摆在眼前 暴动就是暴动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只说自己是受害者 两方面打架 总有人有损伤 总有一边就伤得重一点 你不可以说 你是伤得重的那边 就在大喊 不是啊 我被人袭击的 不是我打人的 那他又伤了 那你怎么解释 我可以还手 难道被人不断打 我不还手 但是你又吹人家消防喉 又喷人家灭火桶 又叫人进来打的 如果你们害怕了他 那为什么你会叫他进来打的呢 这个你怎么说都说不通 你跳下黄河都洗不清你们这些说法 所以你们无需要这么激动 如果你们仍然死牛一边颈 只是看一部分的东西 就是看他们被人打 或者他们有多伤 完全没有看到他们说过什么 你们现在是生气 当然是不明白 这些人真是牛皮灯笼 怎样都不明白 现在王婆婆在法庭这样搞 不知道会不会搞到坐牢 如果是坐牢就恭喜他 他又不是没坐过 那就坐下吧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今次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